这位警察在威胁着敢于传播真相的网友 这是封城下的上海 一家三口人 女儿得了重病送到医院 医院却拒收 可是返回到家里的时候 小区却不让他们进去 那你让这一家三口人去哪里 这简直是吃人的社会 他的母亲也哭着哀求着他们 父亲要坚持把女儿拉进小区里面去 可是这个防疫人员就是不让拉 这物质是配送的物质还是什么 那这个上面写着就是园池大上海啊 不是的 那是团购的吗 团购的物质为什么上面写着园池大上海啊 你们为什么把园池大上海撕下来 你看你们把这些园池大上海的都撕下来做什么呀 这康义物质呀 建湖县原石大上海 亲们你们今天下单 今天都能拿到货哈 我们在大门口 货都卸在这里了哈 这边也没太阳 我们要从大门口卸到这里来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做事一直都是说 大家看这家人买了外卖 可是却不让他们吃要给他们扔掉 为什么 那我们一直都是说 我们叫外卖 然后通知物业过来 给我们看那送你了 为什么 那我们吃什么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做事一点都不考虑后果呢 对吧 那我们从始至终都是很配合的 对吧 人家要吃饭就给他们找麻烦了 人家要吃饭就给他们找麻烦了 没饭吃了 那不叫外卖怎么办 你先等一下 你先等一下可以吗 你先等一下可以吗 我说你先等一下可以吗 我先一个我们没有菜了 我们现在一点菜都没有了 好 然后呢我们的晚饭 我们明天早饭中饭 我们不知道 我现在给你告诉你 我跟人家沟通 就是你把我这个东西拿走以后你要告诉我我跟人家沟通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拿走以后没人沟通了 那肯定不行 什么 那你去说你跟你们反应吗 那你说到谁的通知 那你说到是谁的通知 这就是中国大陆啊 这是被封锁在学县里的学生们打出了我们要外卖 我们要出校门 我们要自由的调伏 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东北上海包括广州又大面积的再次爆发的疫情 很多人被困在了家里困在学校里困在其他地方 有的甚至被困在了宾馆里边 那么当局一再说清零说没有死一个人 那没有死一个人为什么还要这样兴师动作的把自己都封在家里都封起来不让出去呢 可见中共是在瞪着眼睛说假话 这是广州也在进行大陆的核酸检测了 人们爬的长长的队 在拥挤着做核酸检测 这是北京的九仙桥大军压境 看来北京封城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 这是北京大旺京区韶尔区的集体核酸点 晚上被人一把火给点着了 大家看这是上海 这个小伙子没有菜了要开车出去买菜可是被保安拦住了 小伙子居里和保安力争 这个时候周围的楼道里都传出了呐喊声 人们在喊的加油加油 可怜的这些中国人呢 他们被高压束缚和奴役下 也只是在自己的家里开着窗户呐喊的助威 却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冲出来 去与保安抗争 要求自己的合法权宜要去买菜 要去买吃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上海的一个小区 很多居民已经没有吃的没有蔬菜了 几乎的人们走上街头 他们在抢夺食品 这真是官逼民反 因为很多物资输送到上海之后被他们控制的 有的免费原作的食品 他们把原作食品的标签私下 放卖高价卖出 即使这样 他们的喊声都显得有气无力了 声音都非常嘶哑 现在在上海各个高速公路出口处把生命探测鱼都用上了 他们探测每一个货柜车 严防上海人藏在护备车里逃了出去 这车都已经封条了 都贴上封条 车里只需有一个司机 他在检查 看看车里是否还藏有其他的人 大家想一想 这个疫情该有多么严重 这另一个小区 很多人聚集在小区的门口 跟保安人员们聚礼力争 他说我们已经配合十多天了 我们现在没有吃的了 你们说我们去口饭就这么难吗 因为很多人现在已经没有吃的了 这位大爷说要吃饭就是最基本的 这些警察穿着白色的防护服 能不能管他们叫大白 你试试看 先把肚子摄下 我们不讲肥子 除了全都能配合你妈妈 别讲之外还能做什么 高话大话 通调话不要讲 做十次行动 十次行动一点没有 你出来的没有 那我们不配合好大爷们 我们不是配合十多天了 他们无疑无疼的 你统治过没有 你统治过没有 你统治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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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民众的距离力争 这些大白门哑口无言 你什么困难 我们能解决 你们发现的没有你们 去搞电话 但是就是不给民众们解决问题 还是继续封锁的民众 你干嘛 他们做得那么好 我们去一起干嘛 这就是余优 不要余优 别老百姓 你说今天我一个人在这里 肯定是我刁民无理取闹 但不好意思 今天不是我一个人 那就说明大家都碰到问题了 局委会没解决 没处理 十天了 当我们看到这些视频之后 就显起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说的 这就是中国 我们国家是四荒八无 四荒荒唐荒诞荒无荒谬 八无无知无能无情无义 无道无德无耻无赖 七分 买 � dynam 我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